台湾这几年的纪录片展现了非常蓬勃的生命力 今年的新北市纪录片奖征件日前揭晓了 最年轻的得主才大二 他要拍一群高中生有关梦想跟改造的公民课 还有导演要记录即将消逝 全世界只剩下新北市金山的黄港还保存着的鱼捞文化 今年入选的拍摄提案主题涵盖 罕见疾病、土地、生态、艺术文化等等 评审就说了月关新土地与当下社会环境的 就是他们要选的骗子 他是这一次提案会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梦想公民课恭喜 2014新北市纪录片征件 十大雄选提案揭晓 还在念大二的吕柔萱 透过镜头记录 一个公民课老师如何让一群高中生 完成一个名为梦想与改造的期末作业 当你做一个事情 对那个事情的渴望 就跟你想要呼吸一样强烈的时候 当你沉在水里 跟你想要呼吸一样强烈的时候 你才是真的有动机 跟毅力去做一些事情 记录片的主角是我公民课老师这样子 那有一次我们一群高中同学上大学之后 我们在聊天 那我聊了聊就觉得说 这个活动对我们往后人生都有很大改变 那既然这是对人是好的帮助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 同样深受评选团青睐的还有记录濱临失传 鱼捞记忆的凤火 它其实是一种即将消逝的一种鱼捞文化 全世界就只剩下新北市金山的黄港 有这四艘船在用这种古老的技法 在抓这个鱼 我想要让观众知道说 在台湾的渔游文化里面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鱼捞技术 其余八部优选影片题材 从罕见疾病土地生态 医病关系舞蹈艺术等十分多元 评审之一的纪录片导演沈可尚 点出十部作品入选的关键 哪一个是一个比较能够在 符合现在整个社会 去关心自己这整个生存环境的 那个能量上面比较大 我们就尽量投给那一部 入围绝选的十部影片将获得 每部新台币三十三万元的拍摄补助金 同时还将有专业导演担任拍片监制 协助完成创作 九月将再进行最终的三大好片绝选